十八节 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这是第一大典 第二我们就看见 你们要去十万名做主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礼 就是十九节 也就是第二大典 第三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 看到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这是二十节 也就是第三大典 论到权柄 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权柄是什么呢 权柄希腊文exousia 一个是出于exousia 就是神自己的所事 所以权柄完全是神自己的所事 它有两方面 积极一面 能够用权柄来服侍圣徒 牧养他们 供应他们 并将他们建造起来 消极一面就是要对付仇敌 跟对付仇敌有关的一切事 主耶稣什么时候得着权柄呢 基督其实在永远里 他本来就是权柄 就有权柄 当然在他的神性 这一面没有问题 已经从头到尾 从一过永远就有权柄 但是在人性里 他在作为仁子 这一位属天之国的王 是在他复活之后 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 在他的复活之后才赐给他的 第二我们说到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个福音 不是一般的传福音 叫人罪得赦免得救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乃是要叫人构成为国度的子民 属天的国 不能够用属血肉的人来组成 像属地的团体一样 只能够用一般进入 跟三一神的联合离 做到三一神里面的三一神 能够建立并且建造起来的人 才能够来构成国度 这是他们做主的门徒 他的意义 是为着构成诸天的国 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那个禁 特别说到进入 是指一种的联合 那失禁是什么意义呢 将人受禁 就是把人 这个悔改的人 叫他能够脱离老旧的光景 而进入新的境地 这个是借着了结 这个 了结人的老旧的生命 并且以基督的新生命 来重生他们 使他们能够成为国度的子民 所以给人施禁 受禁 第一 要把人进入跟三一神的联结里 第二就是进入成为一个新境地 这个新境地就是国度 那进入神圣三一的名里 这个名呢 它是单数的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这个不是names 是单数的 这个就是名 您是神圣者的总称 就等于了这一位神的人位 所以把人进入三一神里面 他的名里就是把人进入跟三一神一切的琐事里面 第三我们就要来说到 这个防火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使徒们的教训完全都是根据主所吩咐的 就形成了使徒们的教训 也就是全本的新约 所有的教训和启示 看啊 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我们要教训人遵守使徒的教训 就是主耶稣所吩咐的 那教训信徒遵守主所吩咐的 是为了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我们这位属天的王 他也是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我们是聚集到他的名里 他就在我们中间 绝不离开我们 不会离开我们 而且是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这个天天与我们同在 今天与我们同在 明天也要与我们同在 没有一天例外 他不会离开我们 那什么是世代的终结呢 也就是世代的末了 那个将是一个 主的巴露西亚 也就是主的来临的时候 既然说是终结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有一个过程达到了 完成达到了实现 那世代的终结就是指 今天这个时代 也就是照会时代的一个结束 马太福音所说的这个末期 就是指世代的终结 这个有大灾难的三年半 那世代的终结并不是指世界末日 而是指照会时代的完结 也就是恩典时代的完结 有一个呢 consumation 终结完结 那主要应许在他的复活里 带着所有的权柄 天天与我们同在 天天与我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就是呢 世代的末了 那天天与我们同在 就是呢 我们呢 享受在他的名里面 享受在他神一神 一切的丰富里 时间就是到世代的末了 这个照会时代的终结完成 分享完毕